为在美伦山公园的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随着疫情降级陆续开办有趣的限定课程 这次邀请到封冰箱港口部落老师 教导学员如何从酒局植物的采集 酒局的制作到酿酒的顺序步骤等 一同来认识传统阿美族的酿酒文化 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日前举办一那的酒不是你想象的酿 纯冬酒渠及糯米酿酒课程 邀请封冰港口部落的苏米卢尼 及港口部落的两位年轻传承者 共同教导学员从酒局植物的采集整理 酒局制作酿酒步骤等 而在疫情降级后吸引不少民众报名 酒局的制作它已经消失了几十年 最近因为想要富裕这些技术 所以我从多年前就开始富裕一些野菜 一些植物一些传统的植物 来恢复到现在的酒局在做酒的时候的运用 从传统的酒局的植物最重要的是水耕的大叶田香 然后呢还有七里香 还有一些毛饰叶 还有一些薄荷类的或是菊克类的一些植物 大概有八种左右 比如说水耕的啦 或是你自己家里有小块的地 或是说菜园啊都可以来富裕这些植物 当你制作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课程中也教导学员港口部落在丰年纪情人置业的古调 说明糯米酒与长者的酒 在阿美族中的重要文化意义 华林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校长吴雪月表示 希望透过酿酒文化课程 改变民众对酒的认知 并以传统的精神文化 象征延续阿美族的酿酒文化特色 后续更多活动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华林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记得长方眼华林市报导